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27号 那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平面定位口罩机 那首先呢,我们会来看到我们的一个样品的展示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口罩上是有一个图案的 那什么叫定位呢? 那就是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图案做到每一个口 就是确保到每一个口罩上都能在同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需要用到定位口罩机 然后我们的布呢,也需要用到随刺无缓布 一种特质的布料 那其他的话就是耳带的一个部分 耳带的焊点的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接受定制的 那机器的速度是每分钟100到120片 首先我们从整体外观看一下我们的定位口罩机 那我们的介绍将会从精料的部分开始 我们的布料都是放在打片机的一个上面 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料紧 那这样可以节省空间 那这个机器采用的是一个气杖轴和三个揪片仪 揪片仪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揪 揪着防止布料的偏太过偏左或偏右 那气杖轴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固定布料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刻度 只要你调好了之后,每次固定就在一个地方 那下面呢,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的一个笔梁条的一个料盘 那所有的布料呢,将会从这边来进料 那安装一直到这里 打片机的部分呢,它是这个,这整个部分都是一个折叠成型的一个装置 那这个呢,是我们笔梁组 我们笔梁组也是通过四伏来驱动的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边有四伏电机 那我们一个滚轮一个四伏,切刀一个四伏 那有了四伏呢,就很容易调节 它不需要手动去调这个地方 它是需要通过屏幕里面的参数来调节 会更精准 那这个是一个六轴的一个平面 三层口罩的一个打片部分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口罩模具 这个也是 那六轴呢,它就是分两次成型 第一次是 第一次是风上面,第二次是风左右 那这个感应器呢,主要是感应这个水次无纺布的光标 确保每一个口罩都在同一个位置 那这边呢,这两个呢,这两个呢,是 这两个是导向轮 它也是似乎控制的 而且是同步的 那这个呢,是切刀 那我们这里会有两个齿模 那就用了两个超声波,都是18K 2600瓦 打片机就是,整体就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屏幕 那我们在这边使用的是六个四伏 那四伏越使用的多呢 就意味着参数调节全部会通过一个 PLC,也就是这个显示屏来控制 那这些是一些功能开关键 这是一个磁粉刹车装置 它是控制这个部分的 那我们打片机的部分 是使用了六个四伏的一个结构 静电有点深 我就不打开了 那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汉耳的部分 那整个汉耳部分呢,采用的是 我们去看一下汉耳部分 用了多少个四伏 那整个汉耳部分采用的是两个超声波 20K 2600瓦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四伏电机是用来拉耳绳 控制这个夹子拉耳绳的 那每个夹子呢,需要一个四伏带动旋转 所以四个夹子需要四个四伏 那边也是一样的 那主轴呢,那这个四伏呢,是带动整个架子的上下 也就是焊住的上下 那么下面这个四伏呢,主要是用来带动夹子到那边之后的上下 主要是用来控制四个四伏电机的 整个是我们来数一下多少个电机 123456789还有一个在下面 接下来我们会看一下我们耳带绳的 耳带绳使用的是布镜电机 主要是用来放耳带绳 那这后面两个布镜是用来控制耳带剪刀的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冷折耳装置 它主要是控制耳绳往外 固定往外翻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那在这边呢,是一个成型口罩的样品 你可以清晰的看到它的耳带绳是往外折叠的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口罩输送带 成型的口罩会通过这里 然后打下来到传送带上 这个我们使用的也是布镜电机 那我们来看一下耳带机的一个电箱部分展示 那整个这里整个这里使用的是九个四伏七个布镜电机 那有一个布镜是带动这个冷折耳装置的 这是我们的总线款结构 我们会看一下另外一边的超声波 那整个哈尔部分采用的两个超声波都是20k 2600瓦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打片机部分的超声波 这个是18k 2600瓦 它主要是用来带动两个齿膜的 那整个机器的介绍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聆听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